各位三知识 新年恭喜 恭喜大家 身体健康 平安 身心安乐 得大智慧 福慧松酸 将来成佛 新年过后 今天第一次 这个开讲 从今天开始啊 讲的是华严精的 玄手评 玄手评 这一评精 在华严的全部当中啊 它是第十二评 华严精 现在讲的是 唐朝 四叉南投法师 所翻译的 八诗华严 就是这部华严精啊 翻译出来的中文 有八诗卷 有八诗卷 在这一部之前 东井时代 佛陀巴陀罗三藏 法师翻译的 有六诗卷 所以 平常习惯 称为 称为 锦义的 叫做六诗华严 唐义的 叫做八诗华严 到了后来 深元年间 唐德中时代 发译的四诗华严呢 那只是 八诗华严 六诗华严的 最后一评 入法戒评的 最详细的全部 入法戒评 在六诗华严 最后 有十七卷 现在的八诗华严 入法戒评 有二诗一卷 就是从第六诗卷开始 到第八诗卷 这都是入法戒评 那么后来 新的四诗华严呢 它详细叫做 若不思议 写脱境界 普贤行愿评 那么 虽然文字那么多啊 它的内容就是入法戒 去正入一诗法戒的道理 那么 现在按照这个八诗华严呢 全部 有 五十三万 八千多字 那么 这 八诗卷当中啊 一共 有三十九评 六诗法言只有三十四评 八诗 有三十九评 三十九评啊 按照它的内容的 啊 会数 讲的地方的处 叫做七处九会 说华严 讲的地方 有七个地方 七处 论法会的次数 有九个法会 啊 因为普光明殿 有三次啊 那么其他的各一次 所以叫做七处九会 说华严 唐朝的清凉果诗 把这一部华严经 封为四个大段 就是四份 第一 叫做 举果 劝要 生信分 举出佛的果的 欠众生生其爱要之心 来发心 发菩提心 使众生生其信心 所以叫做 集国劝要 生信分 这一份 就是第一评经到第六评 啊 华严经的开头 世足妙严评 第一 啊 如来献象评 第二 普贤山脉评 第三 世界成就评 第四 华藏世界评 第五 比如这六评第六 这六评经啊 就是信分 举果劝要 生信分 第二 叫做 修因弃国 生解分 就是信解行政 四个字当中 这是第二 解分 啊 要求了解 从因治国的修行方法 啊 这个经文最多了 一共有三十 三十七评 啊 那么 这后边 从第七评到第三十七评 啊 那么 从第七评开始 一直到后边的第三十七评 啊 那么 一共有三十 一评经啊 统统都是解分 那么 就是 从第七评 如来名号评 第八 四圣地评 第九 光明绝评 第十 五卷的全部 就是 弦首品啊 有一卷半的经文 一卷半 这一卷半的经文 论它的字书啊 有10145个字 啊 这一篇经 有10140多字 啊 都是据诵 七个字的据诵 读起来啊 读起来啊 清爽 很清凉 很清快 读起来啊 很通常 啊 十人生习 这个法系充满的感觉 所以这一品经的文字啊 好得不得了 啊 那么 第三是 托法进修成行份 那是最后的第三十八品 第四 一人证入 成德分 就是证份 就是第三十九品 入法界品 就是证份 啊 前面的历史兼品 就是行份 啊 那么第三十七品之前 一直到前面的第七品 这三十一品 啊 全部都是解分 注重在解 啊 修音弃国 深解分 这一这一份经 因为有三十七品之多 啊 卷数有最多 那么内容啊 先说 那个清凉果实的书操里面 就把它分成六个部分 啊 分成六个部分 啊 就是修音的解分 修音器过程解分 有六段 六个大段 就是第一 未信者 令信 说实信 就是现在讲的 未信者 令信 说实信 这是实信法门 第二 以修者 以信者 令结 已经生信的 令结 说实住 第三 以结者 令行 说实行 啊 第四 以行者 令 令起愿 神经他生起愿心 令起愿 说实回向 实回向平啊 多数 多数讲这个 发的愿 所以令起愿 第五 以起愿者 令正 说实地 实地 就是讲正入的境界了 所以已经发起愿心 啊 菩萨道将近 这个 这个 去以圆满的境界呢 就是为他说这个实地 啊 第一欢喜 第二 离构地 一直到第十 法源地 啊 说实地 法门 第六 一正入则 令等佛 说 等觉 啊 那么最后就说等觉菩萨的境界 就是因为的最后 啊 所以这个生结这一分呢 有着六段文 说的就是实性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这六个阶段 所以分成六段 现在讲的就是第一 为信者令信 说实性 啊 说实性法门呢 啊 这里 就有 先 要了解 触发菩提心 该 啊 该懂的那些道理 就是前面讲的菩萨问明评 菩萨问明评 就是正解 理 正说明 突发心菩萨 需要了解的道理 怎么样子 入观 修行 所以 前面的菩萨问明评啊 就是正解 理 观 是属于解方面的道理 实性部分的 解方面的道理 其次 前面讲过的 静行平 就是 随缘 愿 行 说行 实性为 开头的 修行法门 所以 静行平里面 所说的 一百四十一个 当愿众生 就是说 您发心 要行菩萨道 从这个地方下手 时时刻刻 不忘众生 菩萨道啊 就是要我们把这个凡夫心翻过来 翻过来 怎么说呢 我们凡夫啊 处处都是为自己着想 只求自己好 虽然我们平常口头上 口头上见到人说 哎 你好 当然我们心里也希望人家好了 但是实际上主要还是求自己好 还是在自己好 别人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理想 有什么不 这个 不安乐的地方啊 虽然有同情心 他总觉得那不是我的 与我没有关系 例如这一次台中的那个大火灾 你必须会想到 好多不是我耶 好多我没有在那吃饭 他第一个念头 就总之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个事情 那么蛮高兴的 菩萨道就刚刚翻过来 要众生没有这些苦恼 要众生离苦得乐 对自己啊 不在乎 所以后边 经文里面有句说说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为自身求安乐 菩萨道 他主要的目标就在这里 处处替众生着想 只希望众生离苦得乐 那么对自己是苦是乐 不在乎的 所以菩萨道的心啊 那个菩提心的功用 就刚好跟众生心相反 跟众生心相反 那么我们初学 菩萨道的 就是从这个 进行品里面的 处处都说 当愿众生 你一天到晚 行住作 四无一中 举止动静 时时刻刻 不忘众生 我在这个时候 做什么事 就希望众生 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处处为众生着想 初发心的 伯地反复啊 他未必就 一一都做到了 但是 先要这样子发心 学习 慢慢的 把自己的 一下为自己的心啊 把它改正过来 所以 进行品啊 就是初发心菩萨 初入门 下功夫行菩萨道的 前方便 最好的方法 所以 古的说 华严经的法门啊 从进行品下手 从行愿品圆满 最后的普贤菩萨 十大愿亡 圆满这个境界 那么初发心 要从进行品做起 所以进行品啊 就是实性的开头 我刚刚要下手 修学菩萨道的 第一步工作 要这样子啊 并不是死板的 按照那个 据送死板的 这样念而已啊 要真真实实的 实实启发自己 警觉自己 我要这样发心 我要这样做 有没有这样做 假如没有 马上忏悔啊 哎 我不对啊 我要行菩萨道 应当怎么做啊 那么 时时刻刻这样子 来努力的话 久而久之啊 我们的凡夫心 就会给这个菩萨道的 菩提心同化了 慢慢就会成为菩萨 所以要从这个 进行品下收 假如你能够按照 进行品 一读如法做到了 那么就能够从 初心到实心啊 一步一步去进 所以 弦熟品 是说 得业 该书 以实性为的 功德 他所修的 这个敬业 由此 概括 从初发心到 就近成佛 从因治国的 这些功德呀 统统都在 包含在里面的 大家不要忘掉 华言经讲的道理呀 是处处讲原用 但是原用不爱横步 横步不爱原用 横步就是有次第的 有浅身的 从初发心到正国 有次第 有信住行向帝 他有次第的 这个次第就是横步 好像树木一行一行 横步 就在这个横步当中啊 里面讲原用 里面讲原用 例如现在讲实性 实性里面就包含后边 住行向帝等觉的功德呀 都可以收进来 所以横步不爱原用啊 原用不爱横步 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 才能够对华言 真正的了解 所以现在讲这个 弦熟评 里面就说明这个 横步次第的实性 位中的原用的道理 原用的功德 原用的道理啊 那么这一品经啊 所谓贤熟 品名啊 贤熟 这个经题不必再讲了 经题开头就讲过了啊 品名 品名叫做贤熟 贤熟是一位菩萨的名字 前面说过的十手菩萨 这十位叫做熟的菩萨当中 其中有一位叫做贤熟 这一品经是文书菩萨 请问贤熟菩萨 由贤熟菩萨说出来的 所以叫做贤熟品 这是人民 而人民里面包含有法义 这个道理也是贤熟 这一品经的道理也是贤熟 所以书操里面解释啊 这一品经开头 先说明它的来意 就是说 这一品贤熟品 什么原因会来了这么一品经 它的用意在哪里呢 所以有这个来意的说明 大书里面的来意之说呀 他一开头就说 行不虚设 必有其的 前面进行品不是在修行吗 修行的因啊 必定会赶果 必定能够成就功德 如进行品 如法去修行啊 必定能够成就殊胜功德 所以 这个行是不稀设的 里面必定有其的 所以必有其的 既然解行度原妙 解也原妙 行也原妙 必胜 必胜得难思 必定他的俗胜功德 难以思议呀 有不可思议的俗胜功德 收钱 行愿 诚实性的功德妙用 因此才有这一品金之来 总收前面 解一行 所成就的愿力 所行的功德 那么成就实性结尾的 功德 妙用 因此之姑啊 进行品之后 有贤手品之来呀 这是来意 还有一种意思 前面进行品里面 至少菩萨 举古真音 举出古的 来真问音心 那么文书的答复 就是标的显音 若诸菩萨善用其心 这获一切圣妙功德 前面进行品 就是善用其心 善用其心 那么 前手品就是 所获得的圣妙功德 那么 既然能够在进行品 善用其心啊 现在就说 所得的殊胜为妙的功德 因此才有这一品金之来 那么能获得前面所修的进行 成就的圣妙功德 所以有这一品金之来 这就所谓来意 收藏里面的来意呀 道理非常的圆满 而 汉山大师的华盐纲要啊 纲要里面 他对于这个来意又加上 配合天台家的原意来做解释 所以 这个汉山大师的纲要里面 在贤手品一开头 他这样说 他说 天台中 对于这一品金 建立这个圆遁指观 他说天台的圆遁指观呢 就是根据这个贤手品的内容的 原容的道理来的 那么因为这个贤手品的 所说的这个菩萨道的实性功德 他是文元法 起元性 立元行 助元位 以元功德而至庄严 以元利用建立众生 这是天台中原来的 对这个原教的原意的说明啊 汉山大师说 他就是根据这一品金的原用的道理 而发挥出来的 里面是说的 听到华言的大教 文元法 元 圆满的圆啊 听到这个圆满 圆遁指法呀 由此生起圆满的性 起圆性 由此起圆性 既然生起圆性了 就建立圆满之行啊 立圆行 既立圆行啊 就助圆满之位啊 一位一切位 实性位通道等觉 一位一切位 助圆位 那么由此啊 实性位的菩萨就已经啊 以原功德而至庄严 以原利用来建立众生 所以 那么这个实性满心的功德 就是性 就是起原性 行 就是起原形 位就是原位 德就是圆满的功德来自己庄严 用就是以圆满的功德来建立众生 使众生也成就这个无量功德 所以有这个 弦守平之来 那么对于这个 弦守两个字的名字呢 本来是一位菩萨的名字 这菩萨的名字 弦守两个字啊 就是包含整个 从性位到 等觉的道理呀 都可以包含在里面的 对于这个解释 弦守两个字的名字啊 大书里面解释说 体性至顺调善 叫做弦 它的体性 至为 随顺以无上菩提 最为调佛 善能加心一切善法 所以叫做弦 这个弦 并不是单止出发心的 三弦位的 十足十行 十回向的弦 而且它已经是到了 就近等觉的 结位的功德都能包含的弦 所以 古的解释说 为灵极圣 叫做弦 吉祥 圣的超觉 叫做熟 它的 如意 吉祥 殊胜的功德 超过一千 所以叫做熟 熟是头啊 熟领啊 因为它的 殊胜功德 超过一千 所以因此叫做熟 弦守菩萨 成就这个圣道 那么说出这个弦守菩的法门的道理 也圆满具备这些功德 所以叫做弦守菩啊 举取它的最初的功德 就包含最后的等觉的功德啊 所以叫做弦守啊 那么 其次解释这个经文呢 啊 经文的 全文有10145个字 从儿时文守司律菩萨开词 一直到全文完毕 啊 这一万多字当中啊 分为三个阶段 分三个阶段 经文的解释啊 经文分成三个阶段 瓶子可以知道了 就是类别了 啊 熟以弦守这一瓶经的道理 统统包含在里面 所以叫做 弦守瓶 这全文的三个阶段啊 第一叫做文殊发起 弦守瓶 弦守瓶这一瓶经啊 由文殊司律菩萨发起 这文殊发起 经文就是一开头的 而是文殊司律菩萨 受五逐乱亲进行大功德仪 一直到一首巨宗 延长修行圣功德 这五不大五行的文字 就是文殊发起 呃 第二 是弦守广说 经文从而是弦守菩萨 一句大愿 呃 最后 弦守瓶 能诵此 祈福 最圣过于彼 到这个巨宗完毕 这是 弦守广说 弦守菩萨 详细说明这个 啊 圣德的道理 啊 第三 十方宪政 就第八十二页 最后的一 呃 四行经 啊 就是 呃 十方宪政 啊 十方诸佛菩萨 来证明 证明弦守所说 就是最后的 常文四行 十 弦守菩萨 说辞句疑 一直到 呃 我等一切 世界随习 这四行经 常文 就是十方宪政 现在讲经文 开头就先讲 文殊 法奇 文殊 菩萨 法奇这一品经 啊 就是 法奇事 啊 经文说 而是 文殊 斯利菩萨 说 无主乱 清净行 大功德仪 欲显示 菩提心功德故 一句 问 玄守 菩萨 愿 我既 以 为 诸 菩萨 说佛 往 修 清 进行 仁 亦当 以此会中 延长 修 心 圣功德 这就是文殊 法奇 啊 而 是 就是 进行 评 说完 的时候 在华言 法会里 进行 评 说完了 这个时候 文殊 菩萨 他这个 前面说 进行 评 的道理 已经说完了 先总 借前文 文殊 斯利 是一位 菩萨 的名字 印度化 文殊 斯利 新译 叫做 蛮 属 斯利 蛮 属 斯利 旧译 文殊 斯利 只是印度 翻译的 众青 英 而已 翻译 文殊 斯利 翻成 中国话 叫做 妙德 也叫做 妙首 也叫做 妙吉祥 啊 那么 这些道理 前文曾 讲过了 文殊 菩萨 他是 表示 大致 在华言 会上啊 呃 释迦牟尼佛的 报身佛 比如这呢 呃 报身佛 就是说法主 呃 文殊 普贤 两边 呃 文殊 菩萨 表大致 表示大致 普贤 菩萨 表示大行 大愿 大行 也是包含 大悲 呃 就悲 之 双云 呃 哦 福会 二言 那么 如果 中间做的是释迦牟尼佛 代表 报身佛 那么 两边是文殊普贤 这就叫做 华言三圣 华言三圣 华言法会上 三位 大圣人 大圣人 就是 是教主 毕露 毕露 这 佛 啊 那么 左右 佛佛的 这个两位大菩萨 就是文殊普贤 啊 呃 左文殊 右普贤呢 中间 毕露 这 这 就是 呃 华言三圣 因为文殊 表大致 啊 对于 这个 出发 信心啊 要以菩提心实行这个菩萨道 要由智慧来领导 所以处处由文殊发起啊 那么文殊菩萨在我们中国佛教里 四大闽三之一 三四五台山 也叫做清凉山 那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华严经后边呢 有一瓶叫做诸菩萨住处瓶 诸菩萨住处瓶 那个诸菩萨住处瓶啊 里面曾说到 在东北方有山 清凉山 那个地方有文殊菩萨 领导一万菩萨 在那个地方说法度众 所以三四五台山就是清凉山 那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文殊菩萨在五台山 他的印记很多 前面也曾说过三两种 现在我再来说一种 唐朝 从唐玄宗到唐代宗这一段时间 有一位禅师 名字叫做吴卓 吴卓 有吴的吴 卓 就是不知卓的那个卓 吴卓 吴卓禅师 可不是印度的吴卓菩萨 不是世青的大哥吴卓 那是同名了 这里是指说我们中国唐朝时代 曾清净过惠中国师的那一位吴卓禅师 吴卓禅师啊 他在家姓东 勇家地方的人 勇家人 浙江勇家的地方人 生呢就很聪明 很有智慧 有初世智 十二岁啊 发心出家了 他的父母 也看他有这个出家的因缘了 也就是成就他的出家的机会 那么他这个吴卓禅师十二岁就出家 到了这个就是勇家本地方有一个龙泉市 不是高雄的龙泉市啊 勇家那个地方有龙泉市 那个龙泉市有一位叫 只有一个字 他上面一个字没有写出来 不晓得是什么名字 有一个叫做齐 齐律师 就持戒的 讲究持戒的 就跟这个齐律师啊 来剃度出家 那么出家以后 一年龄 满二十岁 受大件 博通 大圣教典 他一天呢 就能被几万送 那是个人的聪明了 他亲近他的授业师 博通 匹尼 对戒律 大小圣戒律 读精通之后 然后到牛头山呢 亲近这个 慧中禅师 同名慧中的有好几位啊 这个不是以后的那个慧中 不是南阳的 那么当时慧中 这个中禅师就教他 这个掺掺的方法 他下了一番功夫啊 也有相当的体悟 那么当时他的师父告诉他说 你呀 很聪明 不过你这个聪明啊 就是一种障碍 会使你得到开悟的障碍 你如果能够突破这个障碍的话 你的成绩很大了 那么最好 你要到 这个东北方啊 清凉山去 好好的用功 那么因此后来啊 他到了唐代中的大历二年 西纪现在算起来 西历纪年就是七六七 七百六十七年 距离现在一千三百多年前了 他就到了清凉山 就是五台山了 他到了五台山就住在华颜市 就是这个华颜经的华颜市 住在华颜市的时候 有一天 他在这个华颜市的藏金楼面前呢 藏金楼的门口 打坐 腿盘起来 打坐 参禅了 下功夫参禅 正在打坐的时候 一坐啊 就入定了 定了三天三夜 就在这个藏金楼前面坐下来 就入定 入定三天三夜 出定之后是半夜 那是第四天的半夜 这个一出定的时候 突然之间看到一道白色的光明啊 从东北边一直透到他的面前 照到他的身上 从东北边 恒大恒大的这个圆圆的白色光明 直接通到这个吴卓颜市的身上 照到他的全身 他被这个白光一照啊 全身清凉 得到很熟悉的境界 那心里发喜充满了 非常的高兴 他觉得这是一种很熟悉的境界 他心里很欢喜 但是这个白光为什么从东北方来呢 怎么会从那个地方来 他等到天亮啊 他就想要找那个白光的来处 看这个白光从东北方来 是什么原因 那么因此天亮之后 寻光望北走啊 因为这个光来的地方 他看得很清楚啊 他就望这个东北边走 走到后山啊 就是这个白光来处 看到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山 那么很清净 他就站在那边正在看的时候啊 然后想想 这个地方太好了 不晓得这个光从什么地方会透出来 他就坐下来修行 好好用功 他闭起眼睛在打坐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听到有一个人啊 在哪里看牛啊 叫牛的声音 就是吹牛 所以这个牛啊 讲话的这个 哼哼 那种声音啊 怎么这个地方有人看牛啊 眼睛睁开一看 前面有一个老头子 老人啊 老人牵着一只牛 在前面走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人牵牛 在这个地方走啊 这就往前 跑到这个老人面前 他就向他顶礼啊 你这位长者从什么地方来啊 那位老人就说 我从后边山上下来 我又找点粮食 他说 那你的家在哪里啊 他说我的家嘛 那老人说 我的家就在这个山谷里面 山谷里面 老人回头就问他 你要到哪里去啊 吴卓说 我要到金刚窟 我要金刚窟啊 去拜文殊福山 但是我不得其门而入 啊 金刚窟的门在哪里 我不知道 啊 那么老人说 那就这样吧 你先到我家去喝喝茶吧 也好吧 那么就跟着老人呢 到他的家 到了家门口啊 看到一个很清静的境界 这个大门 那么这个老人就叫一个 小孩子的名字 叫做君提 啊 那君提 哎 有个小童子 开门就出来了 牵着牛 牵进去了 然后老人呢 就把吴卓 听到他的这个厅里面 去坐下来了 啊 那么坐下来的时候啊 老人就问 哎 问这个吴卓 你从哪里来啊 他说 我从南方 啊 呃 他说 哪里南方啊 呃 有没有带好念珠来啊 有没有带好念珠来啊 那么好的这个吴卓 带了有念珠 他说 我带有粗的念珠 不是什么好的啊 他说 拿出来 我看看吧 哎 他就把念珠啊 拿出来 双手送给这个老人呢 这是我的念珠 老人说 我是要你自己的 他就发呆了 这就是我自己的 老人说 既然是你自己的 为什么从南方来啊 嘿 莫名其妙了 既然是你自己的 为什么会从南方来啊 你要知道 他是在灿产的 这都是残疾 这个时候童子啊 端了两杯茶来了 一杯给老人 一杯给吴卓禅师 啊 端茶喝的时候 老人就问说 你南方有这个东西吗 是玉杯装茶呀 你南方有这个东西吗 他南方没有玉杯 我那边没有 你南方没有这个东西 用什么喝茶呀 他又莫名其妙了 他不一定要用玉杯喝茶嘛 他心里这样想 他又答不出这个话来了 然后这个老人又问了 那你南方的佛法 怎么样子注持啊 吴卓大夫说 莫法比丘啊 少奉戒律了 就说 虽然是修禅了 如法持戒的 恐怕就不多了 老人再问说 有多少众啊 吴卓大夫说 有的住三百人 有的也住五百人 那么因此 吴卓又回头问老人 请问张哲 你这边的佛法 又怎么样的注持啊 老人大夫说 龙蛇凤杂呀 翻身交参 这两句话 他说我这个地方啊 龙蛇凤杂 凡胜交参 有凡有胜 凡胜交参 他听得也不神懂啊 又再问老人说 多少众啊 你这边住多少众啊 老人大夫说 前三三与后三三 更是莫名其妙了 前三三后三三 究竟多少啊 莫名其妙 就没有办法再问下去 老人看他没有办法问 他就问他 你尝试活跃啊 你平常啊 怎么样用功啊 吴卓大夫说 我剥热熏心啊 不得其妖 常常是剥热熏心 可是我不得药灵啊 还没有开悟 不得其妖 老人当下就大夫说 不得是妖 不得是妖 你不得其妖吗 不得才是妖 不得取妖 不得就是妖 那么又再问 老人又问 那你初初家 你求你的志愿 求什么呀 他说 自求佛国 我也成佛 你要求佛国吗 老人大夫说 初心即得 记住这句话啊 这跟这一瓶金有关系 那么 他问吴卓说 你志愿求什么呀 他说我志求佛国 我也求成佛 老人大夫说 不要等到成佛了 初心即得 发心 究竟二不别啊 如是恶心初心难 初心即得 那你初发心 就已经成佛了 初心即得 老人又问 你今年几岁啊 你几岁啊 你几岁啊 他说 我今年三十一岁 老人说 你到了三十八岁啊 你的福报就大致了 老人不让他住了 他说 你呀 现在往前走 慢慢的走 主要要注意 不要伤到脚啊 不要伤到脚 你要听懂这个 不要伤到脚 他的用意在哪里 我很疲劳了 老人说 我很疲劳啊 我要睡觉 我有休息 你可以回去了 吴卓 他哪里肯走啊 他说 天色已经晚了 天黑了 我不方便回去吧 就慈悲嘛 让我住一个晚上吧 老人不肯啊 他说 你有两个伴 我不能让你住 他更莫名其妙了 吴卓说 我一个人来啊 我没有伴呢 哪里有伴啊 你既然没有伴 老人说 你既然没有伴 那你为什么要求助啊 求助就是有留恋之心 留恋就是伴 你就是有一个留恋的伴 还有你这个执着这个身心之伴 那就是两个伴嘛 这是我的解释 这个时候 既然老人不让他住 他硬是要住 怎么办呢 老人再问 你迟一来吗 有你的袈裟带来了 没有三一啊 他说 我平常在常住礼仪 是不礼仪的 但是今天出来没有带 哎 沙门不可以礼仪啊 出家人不能礼仪 没有难 没有特殊缘故 不可礼仪 那你既然一没有带来 你赶快回去 你不回去 你就犯贱 回去 不得已 这个没话讲了 已经没有带来 再后回去了 啊 那么回去 他就这个 向老人告辞啊 啊 那我到这里 总是请你开示嘛 给我说一些福法 啊 断我的仪团啊 老人就说了一首句诵 这个句诵 我常说的 就是 若然尽作一须仪 甚召横杀其保他 保他毕竟化为成 一念尽心成证诀 就说了这一首句诵 就叫童子 你送他回去 啊 那个童子就送出来 送到山门口 走了一段路之后 这个吴卓就翻回头 问这个童子说 哎 刚才老人说的 前三三 后三三 你究竟这边是多少人啊 啊 这个童子说 金刚背后的 也是莫名其妙 金刚背后的 也没有说宿母子 他也莫名其妙 啊 那么就向他告辞了 就请问他 我要去金刚窟 他的门在哪里呀 童子说 我这里是伯仁寺 他回头一看 寺也没有了 童子也没了 啊 吴卓好难过啊 啊 我亲见到圣泽 却没有请问他什么名字 只知道一个老人 他在站在哪里 发呆的时候 看到满山遍野 都是清脆的寿灵啊 什么都没了 人也没有 宿灵也没有 正在发呆的时候 突然之间啊 祥云起来了 这个云起来 在空中啊 好像一个圆光 圆圆的圆光 这个圆光的祥云当中啊 慢慢啊 一位一位菩萨献出来了 然后中间献出 这个文殊司令菩萨 刚才那个牛啊 那就是狮子 文殊就骑在那个牛背上 就成为狮子了 就是狮子 啊 那么 好多菩萨在周围上 啊 就从空中献出来 啊 吴卓这个时候才知道 刚才见到的 那个老人啊 就是文殊 文殊就是那个老人 啊 老人就是文殊化身 那至成鼎鼎求忏悔啊 啊 那么 呃 然后就回到他原来住的华言市去 就把这个故事啊 说给大家听啊 啊 那么 这就是 讲这个故事用意在哪里 一方面 说 文殊菩萨的视线 教化人的全巧方便 一方面 他说 成佛们 初心记得 我要大家注意 那个初心记得 这一品经讲的就是 那个初心记得 叫 解释了 不卖 解释了